7月2日,中央人民政府根据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建议和提名,任命入境事务处副处长欧嘉宏为入境事务处处长。 欧嘉宏当日见记者时表示,入境事务处欢迎香港国安法的通过,入境处作为特区政府的一支纪律部队, 有把守中国的南大门的责任,也有维护国家安全和特区安全的职责。 入境处一定谨守所肩负的职责,按照一切的适用的法律和政策去处理美宗涉及香港国安法的个案。 在入境处工作了三十几年,我自己相信我有能力,无论是管理或是执行的那方面都有这个经验的。 希望用我的管理和执行工作上面的经验,可以带领入境处继续拜向前。 欧嘉宏加入入境处近三十二年, 1988年入职前人民入境事务处,2018年晋升入境处助理处长, 并于2019年晋升入境事务处副处长。 他于2007年获颁香港入境事务长期服务奖章。 他表示,香港国安法的推行是中央政府对香港的爱护及支持, 可以令香港社会恢复稳定,经济恢复繁荣,令一国两制行稳致远。 大家都看到,在过去的一年当中,一些社会的事件,一些暴力的事件, 都影响到很多的民生、经济, 亦都影响到香港在这个国际的形象。 这个港区国安法的实施,亦都是有助希望稳定香港, 就令到这个国际形象提升, 亦都是在香港的投资或者营商的机会会多了。 大光迁 际阿园 国北 沱严 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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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